今天或者是明天咱们就开始直播了 然后今天呢 咱们所有的就开始做了 哎 你叠的时候就不能说一下吧 我还没有任何准备呢 你干啥啊你 我耳朵都炸龙了 没有吧 人真的是太没有素质了 我是特别讨厌那个炮 那个炮声音特别大 我把耳朵 自己弄的垃圾 要可以自己打扫 小伙伴们给大家说一下 他平时不这样勤快的 现在就是我镜头对着他在这装一下 是不是 他自己说的 我天 放完以后 你们发现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小伙伴们 昨天是正月十六 然后就是元宵节也过完了 很多家长也已经送小孩子上学了 然后今天是正月十七 很多的货主都出来摆摊了 基本上今天就算是正儿八经很多人都齐了 今天咱们也放了鞭炮 然后也出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场 现在货价的情况 而且我们现在走了好多 就感觉好像新疆料真的是 只占了市场的百分之二三的样子 因为新疆料现在货源很稀少 赵哥人家摊位上一般最少都是多少钱 最多都是多少钱 最少的几十块钱的也有 最多的几十万的也很多 我是说一个摊位上所有的货 所有的话像那些 白子料的你看那些 随便便都估计几百万正常的 可能就一个摊位就几百万的货 一个手把件有的时候都要几十万 那边的清含料的小一点的 一个摊位一两万 万八块钱也有 小伙伴们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晚上咱们直播间里面准备的货 这边一如既往的 大部分都是咱们从新疆带过来的料子 主要是切磨糖白和若腔的糖黄口 然后这边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碧玉 看这绿猫 不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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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种 就绿色的这一串价格是最高的 看这个 但是我个人更喜欢这一串 我感觉这一串更有质感 然后这边还有好多 然后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料子都是挺不错的 还有这边 这边马上就三八女生节了嘛 然后好多都喜欢戴这种长的项链 今天晚上开始提播 今天货该过的给大家货一遍 就是吃货两天之后 然后这两天陆陆续续的加工出来的货也慢慢出来了 然后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或者有开上的可以 小伙伴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新助理张哲 我妹妹啊 二旦 因为咱们西藏的那个民宿 马上就要开业了 然后她去管理西藏的民宿 人家女孩子叫张哲 一个比较男孩子的名字 人家以前是卖玉石原矿料的 她是卖原料的 然后现在呢 想往成品上面来靠一靠 今天是上班的第三天 然后现在就是管着咱们两个手机 但是现在还比较生疏一点 但肯定会越来越熟练 越来越好 现在元宵也过了 然后就是已经属于过了年要完全投入工作状态 就感觉好像紧张了那么长时间以后 然后就突然放松下来了 就好像迟迟进入不了一个工作状态 还在想着想要放松 可能是因为这几年太累了 做事的路上真的特别特别不容易 好了关注 我是阿宁 勇闯天阳的日子 咱们彼此陪伴 拜拜